开始的知先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 请我天父上帝多谢你 给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你的殿里 去敬拜赞美你 求你都是与我们同在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耳 以致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 并且能够走出来 以上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今天的题目很严肃的 但是又可能对你来说 是没听过 是吧 来自地狱的呼声 是吧 很明显 刚才那个读经的时候 都看到 这个财主在地狱里面 发出一些 讲给我们一些讯息 并且他也都有一些 希望我们悔改 能够做到一些事 所以是来自地狱的呼声 好热啊 这张照片 记得有一年 我看一个纪录片 是在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y Channel 里面访问了一些 有关于一些人 他们的灵魂曾经出效 也访问了一些相关的科学家 希望他们能够帮这些人解答 为什么这些情况会出现 首先说 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一个纪录片 是一个普通的纪录片 里面有些人说到自己的经历 或者说他们曾经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 他们会看到自己的灵魂 是飞出了这个肉体 在天花板上看到医生 和自己在做手术 有些科学家就觉得 这个可能是药物 造成一时的幻觉 但是有一个病人 他经历非常特别 他在自己的灵魂 飞到那个员工餐厅那里 听到两位工作人 他们的对话 事后证明他所听到的东西是真实的 这样就排除了这个幻觉的可能性 所以最后主持人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真是很难可以从科学的层面去解释这些现象 可能只可以从信仰的角度来解释 其实灵魂出竅并不是很罕见的经历 因为在纪录片里面有个人是这样说 他说自己有一些这样的经历之后 他不敢跟别人说 为什么不敢跟别人说 因为怕别人说他精神有问题 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压抑 他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但后来他说 因为现在自己都老了 亦都不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 所以他才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像他这样 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不敢说 最近我都听到身边有位姐妹 她也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灵魂出竅这件事是有的 而根据圣经灵魂的确是存在的 既然灵魂存在 人死了之后 我们的灵魂去哪里呢 圣经告诉我们 人死了之后 就是两个地方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就是天堂和地狱 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但是真的 如果人没有亲身经历 真是很难相信 人死了之后 灵魂会不灭的 亦都很难相信 天堂和地狱的存在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说 因为我们相信神 所以我们相信神的话 所以我们也相信 圣经里面所说的东西 人死后 要去天堂或者去地狱 这个是我们相信的 但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 特别在现在这个科技 发达的年代 是否很难相信神 灵魂这些属灵的事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这么难 去和人传福音 因为福音的重点就是人 藉着相信耶稣 罪得赦免 以至到我们能够 永生有永生去天堂 不需要落地狱 但是如果人 都不相信有地狱的存在 不需要永生 不需要永生就是不需要神 所以信神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 但是同时的 虽然我们信了神 但是有时 我们可能都会受到一些世俗的影响 我们更加关心眼前的事 比如我们吃什么 穿什么 用什么 就是更关心 墨质的层面 但是这种 只是看今天 不看将来的生活态度 其实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 因为人对将来有期望 才会影响我今天的生活 就好像一个中学生 如果去将来大学 要读一个分数很高的一个专业 那今天他就要好好读书 是不是 同样的 如果我们将来不想落地狱的话 那今天我们就会好好想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过 但是 这个同样也是要基于一点 就是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真正的相信 天堂和地狱的存在 你信不信呢 那天堂是不是存在呢 天堂是不是存在呢 那一位美国牧师 那他曾经在车祸里面 死了九十分钟 怎么死九十分钟 你看他的书 后来他又醒了 又回来 他就告诉大家 他死了那段时间 是九十分钟那么长 他去了天堂 然后他写了一本书 他就告诉大家 叫做去过天堂九十分钟 详细的 去讲述了去之前之后的经历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好像我们教会下面的书架上面 都有这本书 大家可以拿来看一下 那又要问天 既然牧师说 我去过那儿 我知道天堂是一定存在 那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地狱是不是又是存在的呢 地狱是不是存在 有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叫莫里斯 他是一位著名的心脏病的医生 在1977年的时候 他在医院里面 曾经急救过一名的病人 从病人的口里面 他知道地狱的存在 他说什么 他说 那天那个病人心脏病犯 心脏突然间停止 于是他就跟那个病人做心外压 他说当时还有一个护士在场 他跟这个病人做人工呼吸 他说当病人恢复意识的时候 大叫 我在地狱里面 这样 然后又死了 他继续做心外压 那病人又回来了 跟他说 你不要停啊 那病人救回来的时候 都跟他说 他说每次他死了的时候 都会去掉 但是医生抵抗他那时候 他就回来这边 所以他说 你不要停啊 那麦莫里斯他就说 虽然那一刻他不知道 那个病人在地狱里面看到些什么 看到些什么 看到些什么 有什么 但是他说 在他的表情里面 他感觉到 那个病人是恐惧的 是很惊慌的 一年之后他就写了这本书 叫做超越死亡之门 中文叫做 记录了他自己的经历 最后这个医生呢 都是因为这样相信了耶稣 那这个医生他怎样说 他说现在我觉得很安心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人死后 不是如得灭 还有生命的 所以他觉得 这件事 觉得很安慰 我死了之后 不是就这样死了 还有生命的 但是同时他也说 但是这个 可能不是 完全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 因为对于那些落地獄的人来说 那不是好事 是不是 今天 你相信天堂 你相信地獄 你相信地獄 你相信不相信呢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牧师 和这个医生之外 今天还有一个人 是吧 下了地獄的 告诉我们 地獄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而且呢 这个经历是由主耶稣亲自的 那我们就要好好听一听 是吧 刚才读经的那个财主 他在地獄里面 发出的一个呼声 那经文说呢 有个财主 他天天就奢华 是吧 燕落 是吧 以喷空 有个穷人 叫拉撒路 是吧 只可以吃他桌下跌下的东西 是吧 成身三碗仓 死了之后呢 财主呢 就去到地獄那里了 那他呢 远远望到 是吧 这个 穷人拉撒路 在祖先 阿伯拉罕的怀里面 那 这个穷人呢 就和 先祖阿伯拉罕一齐 他自己呢 就在地獄的里面 那为什么财主 落地獄呢 我们要问 是不是 穷人呢 就上天堂 有钱人 就要落地獄 是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只不过呢 大部分有钱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通之处 就是什么呢 他们一般都是只顾自己享乐 就忽略了去帮助其他的穷人 因为在旧约里面 财主为什么落地獄呢 因为在旧约里面 甚至曾经藉着摩西斑驳一些律法 告诉以色列人 要照顾那些孤儿寡婦和寄居的人 而这些就是穷人的代表了 譬如旧约里面出埃及记 就这样记载 提到我们怎么去帮助那些穷人 他说 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 你若借钱给他 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你即华拿轮舍的衣服做档头 必在日落之前归还他 因他只有这一件盖头 是他盖身的衣服 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 他哀求我 我就应问 因为我是有恩惠的 神是有恩惠的 另外在《新药》也有 这个是其中一段 《新药》就在下面那里 其中是《约翰一书》有说到 犯在世上财物的凡有世上财物的 汉坚、帝兄贫乏 却失着怜悯的心、爱神的心 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所以显然 经文里面的财主没有遵行神的教导 因为他对贫穷 而且需要帮助的拉撒路 事而不见 每天都在你那里收拾食物 每天你都有悔改的机会 但是他没有悔改 所以最后他就去了地狱里面 所以财主在地狱里面 没有问 没有问阿神 为什么我会来这里 我做了什么事没有问 不用问 因为他自己都知道 下了地狱的财主 他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 告诉我们三件事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财主告诉我们 地狱是火烧不尽的地方 在很多火的地方 在二十四节 他就哭着说 我祝阿伯拉罕可怜我吧 打法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 尖点水 量量我的舌头 因为我再者 我再者 火焰里极其痛苦 所以地狱里面是一个火不灭的地方 圣经有三个地方 另外有三个地方 都是记载了 告诉我们 地狱真是一个充满火的地方 分别是两段在马太福音 一段在启示录 这里都是说到火 地狱之火 我就不详细说 大家回去看 第二财主要告诉我们 是什么呢 就是地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地方 而且跟天堂相隔 在二十六节 阿伯拉罕说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 就是说 地狱那里 你进去就出不回了 所以地狱是人 是一些人 不是所有人 是有些人的结局 他们要在那里永远受苦 没有尽头 就算地狱里面好像有财主那样的人 我觉得下去生前很后悔 生前没做这些没做那些 但是太迟了 没办法去补救 因为那个已经是一个结局了 第三 财主告诉他们 你们要悔改回转 不要落地狱 这个就是他要说的说话 在二十七节 财主说 我祖呀 何时这样 求你打法拉撒路 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这些痛苦的地方 财主很爱他自己的家人 虽然自己进了地狱 没有办法自己挽回了 但希望家人不要和他一样 不要来到那么痛苦的地方 所以他求阿伯拉罕 不如派个人回去 派阿拉撒路回去 告诉他们 地狱这里的情况 希望他们悔改不要来 当财主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又是基督徒 可能你会问 有个疑问 不是信了耶稣 就有永生 不需要落地狱吗 难道信了耶稣之后 是不是 还要加上好行为 才可以上天堂 是不是这样 我们好像上武道班的时候 都不是这么说的 当然就不是这样 当然就不是这样 的确 单单信耶稣 就能够得救 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 因为这个我们是白白来的恩典 但是什么叫信 什么叫信呢 信是否说我信 那叫信 信口开河 那叫信 不是 信是会带出认罪和悔改的行为 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 成为我们的一个记号 我们会因为圣灵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会出新人的样式 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必然会出现 只是时间问题 有些人信了耶稣之后 更新得早些 有些慢些 但是必然会带来改变 正如在哥罗西书 保罗讲 人信了之后 就是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 正如做他主的形象 所以一切是由信开始 信带来了被动的改变 令到我们生命更新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我们信是人真实真心的选择 这样 这个信也是一个伟生 我们伟生于神和神联合 就是说你真实信的时候 你是会带来改变的 就好像我们真心爱一个人 真心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爱伴侣 爸爸妈妈 爱小孩 小孩爱爸爸妈妈 都是当我们真心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从那个人的行为里面 看到他爱的表达 所以爱和信心一样 虽然看不到你说你爱 你说你信 看不到 看不到 但是他绝对不是空泛的 而是有迹可尋的 所以信会令到我们改变 信会令我们带出行为 就好像罗马书 保罗在罗马书说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仍可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腹的荣耀 从死里復活一样 所以我们信了之后 一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 不再活在罪里面 这是保罗说的 所以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生命会更生 就会流露出信仰的行为 我们不想再犯罪 我们希望活得更加像耶稣 所以我们是恩信称义 我们是恩信而称义 但信心和行为是没有冲突的 是不是 你有信心就没有行为 信心和行为不是冲突的一件事 行为是信心的表达 先有信心后有行为 行为是信心带出来的产物 所以信耶稣必然会带来悔改的行为 希望趁着我们生命还没结束的时候 大家都应该悔改 不要在不知不觉的里面 糊里糊涂地落在地狱里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经文里面 财主和拉撒路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只是财主没有悔改 就落在地狱里面 经文里面 当财主要求亚伯拉罕派一个人回去 和自己的弟兄讲一下这个情况 希望他们不要来的时候 在29节 亚伯拉罕却说 他们已经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按着做就可以了 但是在30节 财主不是这么说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怎么说呢 31节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的 其实财主和亚伯拉罕的对话 两个人所说的话 都对的 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 就有另外一个拉撒路 他死了四天 主耶稣叫他复活 当时的确有些人 是因为拉撒路复活 而信了耶稣 但是有些死不肯悔改的人 是仍然不信的 他们不单止不信 亦都想杀了耶稣 亦都不单止杀耶稣 亦都想拉撒路也杀了 这一段经文记载 在约翰福音12章9节 这些就是 有些人是信的 有些人是绝对不信的 绝对不悔改的 今天我们 不单止有神的教导 主耶稣亦都亲自复活 不单止有过拉撒路复活 主耶稣亲自复活 而且告诉我们 天堂和地狱是怎样的 有学者就说 在圣经里面 每一个人 就像主耶稣 提到地狱那么多 一共提到十二次那么多 他希望我们能够悔改 不要落地狱 那今天 你愿意听耶稣的话 相信他 并且悔改吗 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呢 著名的报道家 葛伯利 他曾经说 如果在讲台上 有更多的地狱 下面的耳 下面就会少一点的地狱 意思就是什么 这个刚才我说 直接的翻译 意思就是说 在台上 讲多些地狱的信息 台下的人 就少一点落地狱 少一点机会 这样的意思 的确是这样 我们每天都提到 神的恩典 是不是我们讲到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觉得生活得挺好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更多 神的恩典 我今天很不错 但是 神不单有恩典 神也是公义的神 所以才会有天堂 和地狱 所以盼望 今天我在讲台上 讲关于地狱的信息的时候 能够希望 换醒你们的心 令这些 即刻的回转 悔改 不要落地狱 你落了去 万一 不要跟我说 那时候Ivy没有说 地狱 是吧 有没有提醒我 我今天告诉你 我提醒你 你下去不关我事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天父上帝 我们多谢你 你赐给我们 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指引 今天也藉着 财主的经历 告诉我们 你不是一位 真是力爱的父亲 你是有恩典 同时你也有公义 同时也提醒我们 悔改的重要性 希望我们不要将来 落去地狱里面受苦 愿意你让我们知道 天堂和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 以至到我们能够 警醒 警醒 再警醒 亦都能够为将来 作好预备 感谢天父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